然後我們的PC2013,這邊有個K10銅花 選擇一個平根 然後決勝坤,歐贏了,7萬2 那幅不是很多,所以Fish2013也是選擇的跟著 你覺得K10銅花會來嗎? 對 只要問是2銅花會來2銅花,我看見K10銅花會來2銅花 我覺得這銅花會來1銅花,我們都會來1個小塊 現在是3銅花都Owin了嗎? 現在是3銅花都Owin 然後是1銅花都Owin 好,我們這次是我們的 8-9,小群對我們收下這個底池,3倍滿他的籌碼 你現在是最後一個位置,Makita 我已經失敗了你,我已經失敗了你 我甚至失敗了你 我已經失敗了你 現在在比賽比較前期 大家都還是用一個比較幼哉的心態在對台 這個比賽 但我覺得我看到最幼哉應該就是Ton Dung了吧 好,我們的哈森也是選擇了一個平跟 好,現在也是一個多人底池喔 好,現在也是一個多人底池喔 神鬼屋在UTG集中了3條 可是他在控制底池並沒有主動攻擊 我連續check了兩次 那這邊我們的哈森已經集中了一個順子 應該會試著下阻不讓別人免費的買牌 就現在中了順子,中了3條都不打 會不會什麼都沒中的蕭俊動先來幹一發啊 有可能啊 好,也沒有打 那我們Jetson Quinn呢 Jetson Quinn 現在全部人都不打 牌最小的跳出來打 那St Greenwood這邊是不會棄牌的 因為畢竟他有一個 一個3條 那還有一些成長的空間 而且上面沒有銅花的一個聽牌 所以只要擊中葫蘆的話 他很可以確定自己的牌是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St Greenwood這邊應該也是會選擇一個跟著 那我們的哈森 這邊有一個順子 那他不是最大的順子 因為上面還有70的順子 只是他必須要想一下會不會有人有70 因為畢竟70是一個前衛比較不會玩的組合 他可以保證的是 St Greenwood應該不會有70 然後我們的Jetson Quinn 可能比較有機會有70 所以現在想要不要選擇做一個Check Race OK 我覺得這個Owin非常的棒 他就是判斷出這邊 首先我們St Greenwood是不會有70的範圍在這個UTG 因為UTG平根的話不會玩這種這麼爛的牌 就算是銅花St Greenwood都不會玩 所以這邊他的7相信一定比St Greenwood大 然後這邊Owin的話 我覺得這邊Owin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 Jetson Quinn的籌碼應該是並不多 那他也不用擔心這個Owin 首先他已經確保贏了St Greenwood 那Jetson Quinn真的有70的話就給了 那St Greenwood他確保贏St Greenwood 這邊選擇直接Owin不讓他繼續買 那我覺得這Owin真的是算是應該是考慮得到幾個因素啊 所以才做出這一個決定 三條被打蓋了 好我們這邊Jetson Quinn 選擇一個平根在U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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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San Greenwood有一個QQ 應該可以做一個大的家族 應該可以做一個大的家族 好那這邊我覺得可以試著打一個可能是三萬六左右 三萬五的柱馬 家族要三萬六 好 好 這邊我們哈森有一個非常好的S-King 很有可能會選擇O-In 那這個QQ KKAA一定是秒可的 那QQ其實就是在 在這種遇到對手O-In的狀況之下很有可能是落後的 所以對手不會推這類牌 那QQ可能我們S-King-Woo 還是選擇跟了 然後這我們的S-King-Woo把QQ丟了 丟了出來還是選擇跟住 來一個55開的牌 多了1張6的AUT 直接擊中的是1張K 那我們的S-King-Woo 只剩2張Q了 當時沒有擊中 這把S-King-Woo算損失創重 好 我們的勾勾 Resolve 了 我們的 Fling Resolve 了他的勾勾 AK 對 勾勾 好 還有一個圈石 我們來看到這個三家底刺 Akx對勾勾 圈石 那目前我們看起來Akx的勝率是最高的 那蕭俊 蕭俊動如果要贏的話 只有發到圈才會贏 發到死他贏不了 同時也不能發 AK 都發出來了 真是蕭俊動 有機會來了啊 這邊變雙頭瞬了 都發出來到還好 不如再發一張 我們蕭俊動有個雙頭瞬的機會 沒有擊中 沒有發出來 那麼勾勾 Flink是直接收下兩個短碼 蕭敬東的第一發子彈已經用完了 也是有做一些非常低頻率的才行 是一個對場上情況的一個解讀吧 Flink選擇加注到3萬 破發也是用他的一手很好的翻後排 石鉤做一個跟注 結果我們的曹瑞在後衛用一個圈圈 直接就加滿 加好加滿 那Flink這邊AQ是有蠻強的範圍 那破發會不會 我覺得破發有可能 如果假的Flink蓋掉破發會有可能做一個跟注 如果E加大家的這個 前期打法比較爽的話 石鉤就是一個很好適合跑馬的一個手牌 而且缺面對這個範圍 應該是正好 如果他上了搞不好破發更想上 石鉤在這種三人敵詞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選擇蓋牌 破發是要上了 秒跟 被壓腳了 比較難受了 但有一個比較慶幸的消息是掃了一張Q 這好消息也壞消息 因為沈順可能要Q 可是又掃了一張Q他不會中set 其實這樣掃掉一張Q反而是一個壞消息 哎呀 哎呀 現在又還OK 好消息變好消息 雙頭卡順 雙頭卡順 起碼對手不會四條 還有一張黑桃 剩黑桃 剩六張牌 哎呀黑桃沒有用 黑桃K 黑桃K 這張圈還是有用的 哎呀這兩個人籌碼應該差不多啊 好像是cover了 好我們回到另外一桌 我們的Vaccent 是用一個K圈選擇 all in 24萬積分牌 而我們的Hexcent 是已經跟住 GreenWood目前後手只剩11萬5 那是應該要上啦 這個賠率太好了 因為隔了一個洞 10勾就秒跟了 隔兩個洞還是有差 90-10勾秒跟啦 90-10勾秒跟啦 90-10勾秒跟 我覺得最好的兩個結構牌了 底池有一個37萬5000 是做了一個比較 略略負1B的跟住 一點點 看一下翻牌 哦 兩張黑桃耶 這個十圈是蠻好的 看到這個面已經賺到了 直到 哦 哇太多了 又變更 呃 更少了 變少了 因為被中了 會中符號 哎呀 狗狗 Double Kill 我們Huston 變成130萬 哇非常的多耶 對阿 看看這次會不會 會不會逃掉 就是Bubble Boy的命運 我目前場上 還是有23位玩家 我們42的時候買入23位玩家 那麼場上的軍馬 應該只是60萬 60萬 他有兩倍的軍馬 我生涯的第一個主賽冠軍 那一把 也是非常的 驚險 一把牌我是 在prefab 就是去年的澳門百萬賽的一個 主賽事 好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把牌 這把牌我們有 三個人入池 曹瑞 又是曹瑞在 後衛做一個家族 他動作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Fleek可能會 可能會覺得不太相信 可是A勾就是我們以前有聊過 A勾不是一個很好抵抗的一個 一個 抵抗家族的牌型 所以面對他的一個家族 他要麼蓋掉 要麼可能做一個 反 反炸火 但A勾實在是 很難去 抵抗阿 而且都不同花 而且都不同花 阿直接奧利果然是反炸火阿 中招中招囉 這裡就是我們的 早日動作太多 所以 Fleek真的不相信他 OK 2Live cards I'm favorite 好 跑發也進了 跑發絕見划算了 對 75,000 主持有一個24萬 編持比主持還要大 編持有54萬2千 果然我們曹瑞這樣選手 真的就動作一多 然後當你來牌的時候 支付真的太滿了 來看一下 直接是一個 乾燥面 乾燥面 這種K 他贏面非常非常大了 其他兩位玩家加起來才10% 基本上是走遠 基本上是 大家 大家都走遠了 Double Kill 又一次Double 草瑞 充猛 哎呦 哈哈 You don't want the button 好 我們的Pull bar 是馬上 買路馬上上桌 前後都不超過兩分鐘 超快 我們直接第一把就10萬先上 這個 這個 策略我覺得是滿好的 第一把就是 90算不錯 那Huston Huston這邊 又要來撿了 可是不知道撿不撿得到 就是 一 helpless A圈 應該還是要撿的 既然做了一個 格裡 Jason Kroon 既然選上蓋牌 又是一個90對A圈 幾乎是55開 90對A圈 就只有一個 7%落後 沒有沒有差多少 哇 天生順啊 幾乎沒得追了 幾乎沒得追了 沒花就沒救了 好 走遠 好 第一把 POPA就翻倍了 走遠了 90真的強 瞬間翻出來就是一個 天牌啊 翻出來就是堅果 搭的不要不要的 好 好 all in and call Michael Solida在觀察會直接選擇all in了 K goal 明代遇到一個A goal 99 goal 好 我以後就被砍銷了 沒有做音 dead Yeah Michael Chop Fuck No 哈哈哈 Yeah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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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的Michael Solida看錯牌了 我的Michael Solida看錯牌了 哈哈哈 他有A chop 他有A chop 果然是A圈 對 勾勾 我們的王強 王強應該還是跟住了 王強應該還是跟住了 好 一個55開的跑馬 一棒一棒 55開的跑馬 好 我們目前場上的chip leader是曹瑞啊 打短牌真的 他很有效率啊感覺 不知不覺就能 雷起籌碼 因為他可能會被砍銷 哇 這個翻牌啊 直接是擊中了三條狗 喔 我們轉牌是直接是 喔喔 擊中了順子啊 4張10的直接反超啊 喔 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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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把我們的 Jungleman清掉啦 284的籌碼 他也是擁有150萬籌碼 他150萬籌碼的話 好像是 是超越了我們的曹瑞啊 都有短牌的高手 我有曹瑞的Aces 看一下他怎麼處理這頭牌 HIGHJACK的位置 看來他這裡是已經是做了一個跟注 然後沒有蹲到人啊 沒有埋伏到人 那麼我們再翻牌 直接擊中頂SET的琳達 頂三條 在72000在李池裡 那曹瑞應該在前面選擇這個琳達非常好 因為畢竟上面太多的買牌 用一個 是Michael Solida應該會抵抗一把 Michael Solida這裡還是蠻有概念的這個牌 轉牌看看會不會出圈 方塊圈有沒有 好這邊有一個雙頭順的擊中 可是 還沒有擊中 只看一下我們的Michael Solida會不會轉成Buff 我們曹瑞繼續的攻擊 75000 嗯 下來並不是很大 在172000的底池中下注75000 喔 reverse 一張9啊 好 那我們的曹瑞是擊中了頂葫蘆 那曹瑞在這邊 很有可能 呃 其實他拿了ACES 然後對手要連個兩發 對手其實有些牌是miss 他有可能會做一個check 還是要打 還是打 追對手的一些擊中去了 如果這邊我是JJ 或是99我就打 AA感覺對手好像沒牌啊 因為對手也沒有 如果對手沒什麼牌可以跟啊 好 我們的場中裁判 應該也是爆出了我們的payout表 喔 這後排應該會打光啦 喔 這後排應該會打光啦 喔 這後排應該會打光啦 我們的KK在前置會埋伏啊 我們的KK在前置會埋伏啊 IJK我也拿到了一個A圈 那Mikita這後排不會讓了 那應該是Mikita這後排不會讓了 那應該是Mikita了 欸 我們說一下這裡有一個GoGo欸 喔 可是這個GoGo面對這個Owin70萬 欸 有可能欸 有可能會跟啊 果然還是可能 那我們 KK埋伏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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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目前有44%的盈率喔 看一看啊 能不能一下子得到一個Triple 他有接近一半的概率啊 得到一個Triple 這個Mikita是不但是蹲到了 還蹲到兩家 這GoGo是蹲得蠻舒服的 要是沒有A圈的話 這個KK就特別舒服了 就只蹲到一個GoGo的 對 但有了這個A圈就很害怕了 我們看一下 FWAPER會來八九十增加遊戲的可看度 哇 九十Go 我們中了Topset 大家都還有機會 大家都還是蠻有機會 互相攪啊 哇 KK又打回來了 KK又打回來了 現在又要靠疊牌了 但是大家都還是有機會 我們Mikita還有一個紅桃買牌 我們GoGo是90個圈都是 哇 又超回來 連續的超車 連續的超車 好比賽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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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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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嗯 - 逃不掉了- 逃不掉了- 秒cull 哎呀 - ik 10,对上勾勾- 4,6,开 - 翻阻牌看到勾就很稳 зар력了 - 因为这个k10,如果是- 就算8勾不太会拿到一个瞬子出牌 很難很難 頂住 我們的勾勾成功的做了一個翻倍 鏡頭給到我們的Winfoot 一手槍口位的A9 可以考慮蓋牌 好,我關下位 89雜色這裡至少是一個跟住 我們的Liftive這邊也沒有排 可是他選擇想要偷偷看 不對,這裡的89雜色直接選擇加住 那圈七是蓋給他了 這場比賽,前圈是前六名 比較小的一個前圈 因為總共只有報名是53人 比較小的一個前圈 但是我們的配奧就很多 冠軍可以拿到1330萬港幣的獎金 整整1330萬港幣的獎金 最後排我們的Mekita 18 兩頭買順 遇到了我們曹瑞的頂擋隊 這邊應該會稍微付一點錢 80不可能直接蓋掉 但不知道是 不知道誰付誰喔 我們沒有到河底 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覺得 我這邊Fish2013 他想了一下 我覺得他應該是想要O-In 還是Call了 選擇用跟的 拼你2500也有點便宜 對 不想要去做太大的波朵 如果這個時候面對一個2500的下 就打一個36萬 有一點 尺度有點誇張 直接是拿到了一個7 直接中 再打 那這裡 Mekita現在心裡就非常的淡定 打吧 我這個牌已經不輸什麼了 都好 好 嗯 那麥吉他應該是在想說 這邊要埋伏好還是要選擇Race好 畢竟他現在是一個沒有位置的狀態 那他沒有位置的狀態就是他如果選擇跟住的話 他就會是一個被動 那被動的話可能因為他 他如果選擇跟住 他的合牌選擇過牌的話對手可能就不打了 那我們這裡看一下 盒牌有沒有超車 盒牌這張K沒有超車成功 麥吉他是直接拿到了一個Double 超略頂兩隊啊 沒有想多久啊直接Call了 不蓋給你了 好我們的王強再度拿到A圈那這次是銅花了 這次沒有選擇平跟選擇加住到8個前駐8萬 那後面是沒有能抵擋的一個牌力啊 只能選擇蓋牌 哇米吉他你不是吧 因為七九雜色你要想 呵呵 真的是認真啊真的是認真啊 但凡有一點點機會啊 能在翻前做一些動作能偷的都要想一想 我發現這些高手啊他們在翻前 不是真的是 不是在就做一些無謂的 瞎想 真的是應該他們有一個腦中的流程 所以有些哪怕很差的牌 他們應該也是過一遍 先想想這牌能不能Call 再想想這牌能不能Race 再想想這牌要不要Fall 應該都是一個系統的流程 對 應該也是演練過很多遍的 就這樣子不會出錯 所以我發現有的時候他們明明拿了很差的牌 就一秒反應可以蓋的那種他們也會想 就說明他們是成系統的在想 而不是說針對一手牌在想 就細節處就可以看到一些 沒錯魔鬼藏在細節中 對 細節處就可以看到一些真功夫 就仿佛大腦是一個機器在運行 好 三位玩家在前置位的一個跟住 細節處選擇過牌 997 誰都沒有擊中 只有細節處是擊中了一個敵對 沒有在這裡做保護 選擇直接過牌 選擇直接過牌 翻買一張勾 那麼的 米吉塔這裡 會不會考慮做一個下注呢 做了一個下注四萬五千 在九萬的敵制中下注四萬五千一半 好看 那這裡王強這裡一個勾的機種也是要想一想 因為 首先最後牌他已經沒有什麼發展面了 他還是有一個卡順的機會 對 就卡一個八 反正是比較沒位置 可是 還有一個好處是 他籌碼夠多 140萬 跟這個 四萬五的話 對他來說 不是一個太大的損失 他要考慮的是 對手這裡打出來 他的勾好像 不一定大 還是先打 還是先摳一箱四死 實在太便宜了 對啊 還是有一些成長的空間 他猶豫喔 如果他是個什麼 勾六可能就改了 他還要買個卡順八 覺得應該還是有一些價值可以更 不過這裡 他是有露出一些Tills 因為他明顯是有點 猶豫 猶豫 那如果 對手沒牌的話 可能 假設這裡的廢除耀印三 沒有沒有勾的一個 攤牌價值 可能會在盒牌打一個中注 把他偷掉 嗯 因為他明顯是有點猶豫 就好像 哎 我下次學到了 就是有很強的牌的時候 跟住的時候 顯得有點猶豫 跟不跟呢 跟不跟呢 然後拿起放下 拿起放下跟 然後盒牌 Check 好 他們兩個在盒牌挖出了A之後 踢腳都不運作了 那麼直接是平分了底齒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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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口 搜一下 八球同色 不錯的牌 在UTG的位置 槍口位選擇跟住 找到了一手 同樣好的結構牌 90 長上去一個 他就有一個10 10 他應該開船了 10 應該不會選擇在這裡做一個 過分的動作 果然開船 好 我們這邊我們的王牆選擇下注 一個卡順代買花 蛙的一個很強的一個 一個結構牌 但現在是被對手稍微統治了 總一張10 那我覺得王牆這邊可以選擇過牌跟住啊 那至於曹瑞也是一個成長空間也可以選擇過牌 兩個都有成長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合牌會不會有什麼 好 合牌兩個一起中啦 好 那王牆會不會這邊選擇過牌加注呢 或是他選擇直接打 一個抓勾的一個Size 哇 這個 看他這裡怎麼處理啦 打一個10萬 那曹瑞就是一個EC扣 那只能是扣 對啊 那Nuts的Blocker在手上 這裡如果可以完全可以打大一點 或者甚至是做一個過牌加注 哇 哇 那不是 拿一個Nuts的Blocker直接O in 哇 這個 不會蓋給他的啊 一百多萬啊 他的勾 哇 哇 他把他的 他把他的開牌打成轉成偷雞了 這有點可惜啊 這個好像 這邊我覺得如果你沒中順來bluff 我覺得還不錯啊 這邊 這好像是個失誤耶 小 真的算是失誤 因為我覺得王牆剛好他Size打的比較小 Romaine這邊88有可能在Button會做一個跟注 不過一個後門花也真的蠻隱蔽的 後門花真的蠻隱蔽的 蠻可惜啦 我們曹瑞沒有辦法去角逐這場比賽的一個雙冠王啊 好可惜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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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ASIS集中了一個頂三條 選擇下注 7萬 而我們的Romain在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選擇了一個跟注 買一個9的卡順 WOW這邊我們直接Lovative直接中了一個Quads 那這邊非常適合過牌啊 但是對手沒有支付誒 根本沒有能力去做一個支付 就在這邊只能過牌 希望隊友開一張9 因為這邊畢竟對手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支付的牌啊 畢竟兩張AS都在手上 下一個三分之一 下注10萬 然後我們Romain在這邊 88 所以選擇蓋牌 選擇再跟注一發 選擇再跟注一發 River 來一張Go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前注誒 他這個 頂的 頂炸彈啊 頂炸彈要怎麼打 Nuts 超大體傷害 對手連根兩發 那其實對手大部分是買順的miss 我覺得這邊check可能會稍微好一點嗎 他想要抓一些 對手的 好難抓到一些強擊中啊 2 1 4 2 3 1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对手打出来之后 打出来之后真的是给了对手一个很好的一个炸虎的攻击啊 然后一下子就抓到了 这里我们的王强做了一个加注结果后面 哇塞 我们的埋伏一哥这边有一个KK 这里KK也不用多想了就直接会推出来 因为七万五打进去了不会盖给33万了 不太会盖了 已经在套石的边缘了 而且他就有圈石也是知道应该会遇到一些 哪怕遇到AKR也是还好 但我们现在的Mikita是在想说要不要跟住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开始有那个计时的规定 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想稍微比较久一点 哇哦 这边我们Mikita也是跟住 现在变成我们王强又卡了一个Mikita在后面 可是其实Mikita应该不太会有牌 因为有牌可能就加上去了 现在反而因为这样子可以让王强可能也许会省一点 其实也不太好说 其实也不太好说 因为Mikita这里也只是跟住七万五 如果再一次面对一个王强的直接加注到拳下隔离 然后我估计Mikita肯定 虽然不用看到他的牌 虽然我们是看到他的牌 但是即使不用看到 其实也可以大致感觉的说 Mikita应该这里不会去做一个跟住 因为跟不动啊 跟得动的那个牌肯定在翻前就反加回来了 他之所以对一个七万五去进行平跟 就是怕跟他打光嘛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阳谋啊 那还是选择了盖牌 反而对我们Mikita变得来说 对他来说有点划算啊 哇这个太划算了 只要补一个多少啊 但是他的K10是太容易被压制了 对 补一个二十七万五去赢一个 还是要上 赢一个七十七万五 二十七万五赢七十七万五 他最怕的两手牌就是AK和KK 对就是这个 最怕的是KK啊 对就是这个 最怕的是KK啊 其实除了面对的KK 他的K10草花 都是有很高的 还行了还行了 一定正EV的 就面对其他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范围啊 基本上都是超了很多 但是最后撞到了对手 依然还是有一些 哇天生顺 这个flop直接是 我刚才是Q10黑桃 刚才我们的那个 刚才我们的那个 王强的Q10黑桃 Q10黑桃又有机会 又有机会 好他现在是有 几张奥茨的 三张奥茨的一个平局 啊没有 啊没有 好我们的埋伏王 Watson GG 感觉有点 until的感觉 不是很开心 东西一丢就走了 好埋伏失败 埋伏失败 埋伏失败 埋伏成功了 但是结果不太好 对 我直接做了一个再加注 加注到30万 哦这个就显得特别强了 原来我们两个都算是深嘛 这样子一来 我们的底池将会膨胀到65万 好选择跟住了 那他后手还剩下95万 6千 好这个超大 超级大的底池啊 这个底池是 里面已经有65万了 哇一张Ace 哇那这个谭轩 应该是不会轻易的盖掉 就 在这样子一个没位置的情况下 他现在是最大的目标 就是争取控持 能够跟对手摊牌 那我们这边的我们的Mikita Mikita就是要把对手打盖 Mikita就是要把对手打盖 对他开不了牌 就是要把对手打盖 毕竟他的圈可以挡掉了一些 A圈 AK的牌 看到这样子一个干燥的牌面 两位玩家 其实心里面都已经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定数了 这手牌要怎么打了 谭轩现在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 给你修盘了 给你摊牌 已经不想去额外赢什么价值了 因为AGO这手牌 目前来说 去保护他的一个摊牌价值 最重要的 那么他可以 能做的 只能是在这里做一个过牌 好我们的Mikita 也选择过牌 转牌来到一张六 好的 谭轩应该要选择 继续控持的过牌 看一下转牌 继续选择过牌 这里过牌之后就挺稳 因为如果转牌也选择过牌 我们的Mikita是很难 在两条街的范围内 把对手的一个AX就打盖了 如果我们这里Mikita再次选择过牌 他就应该选择放弃 那么我们谭轩是一定会拿下底次了 所以我可以拍胸脯的保证 如果他自己选择过牌 是一定能拿下底次了 好 这边要选择下阻 我们谭轩是一定能拿下底次了 看一下打多少 17万5千 那还是很小的一个柱码 谭轩应该会注视着对手 给对手一个精神上的一些压力 然后选择跟住 他也是不想对手在合牌 有一些太过激进的动作 谭轩这边的应该的策略 应该也是选择过牌跟住 这边All-in的话不适合 因为毕竟这边All-in的话 变成是假设对手真的有埋伏 一些大牌变成是在自杀 不会All-in 对 这边应该是选择一个过牌跟住 因为对手还是有AQAK的可能性 对手还是有AQAK的可能性 他应该是能直接赢下来了 不可能输掉 而且这边如果Mikita 最后做一个Buff的All-in的话 那是更加偷不掉了 更加偷不掉 这个牌合牌破发勾 我知道这个牌 丹轩是很难bet再被move掉了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 那么合牌的一张勾 是锁定了这个牌局的顺利 只能看我们的Mikita 会不会放弃 让他自己少输一点筹码 在这边我们坦轩持续地想 因为坦轩知道这边自己赢了 可是坦轩会不会是想说 要value对手的 以价值下注对手的AQAK 但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是做一个过牌 过牌也设陷阱啊 对手这里 可能大概率是没有东西啊 哪怕对手这里如果有AK 说不定还是会选择打 对啊 AK还是会打的 就是说能被A勾value到的东西 还是会打回来 而且他这边如果在这么大底池 在没位置中央只要选择主 龙下注他也很少的bluff 很少的炸火 那我觉得这边 他应该还会选择再一次过牌 如果上这边可以下一个很小的主 比如说下个20万 20万 那是可以的 就看看他怎么选择了 对 哇下很大耶 他主动下了 他给一个 53万 给一个Mikita跑掉的机会 那这里Mikita应该不太会动了 动不了了 这个牌 那我们对Mikita 也没什么办法 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演一演然后盖掉 这个对手 后手只剩下25万 没法动 对啊 他拿到选择抓机 哇 K害抓机 这太省了吧 K害能抓一些什么样的组合 抓不到 7-9也是顺子 没有赢了 他只是想要演一下 让人家知道 他是有牌 不是在瞎搞的 能赢K10 call一个chop 还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几乎没有牌了 7-9也是顺子 这个组合 没有赢了 抓机也不赢机 抓机也没击打 他这里 他好像不太像在演 1分20秒 1分20秒 这个在想什么 蛮有意思的 他真的是在考虑抓机的可能性 这里好像根本没有一些 任何的组合 能够落过他的范围 他可能也觉得对手这里有A 也是 也是要选择过牌的 不太选择主动打出来 那么只有A勾一手牌 那么除了A勾之外 才选择放弃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 真的是扛不住 KING QU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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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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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看看录像 看到KING QUEEN 哇真的是king queen啊 他有看到他底牌嗎 不是他是拆的 他拆的 You like poker tam 哇 這麼厲害啊 我彈宣剛剛說 因為我看錄像看他是不是King Queen 哇 這麼厲害啊 彈宣太屌了 這個也能猜到嗎 這個有點太神奇了吧 如果你讀到隊友是King Queen的話 為什麼在合牌要嚇住呢 可能是合牌 還是看到隊友在想 所以 對手蓋掉之後 我覺得是King Queen 哇 這個能讀到對手是K圈 也太厲害了吧 真的是滿屌 那恐怖的讀牌能力啊 這件是 哎呀 打完算啦 沙漠哥 都打打算啦 好 現在場上還剩下17名玩家 好 我現在場上還剩下17名玩家 好 我現在場上還剩下17名玩家 他的名字 丹妞的那個 丹妞的那個 那個 婚禮啊 對 原來是他 對啊 應該說打打 明天怕來不及 我準備拿兩個冠軍 媽的 禮拜五十丹妞的婚禮啦 喔 難怪 所以好多牌手會過去 打到 七八點的 十八個人 很多管馬 又是這首牌喔 九八對 K7 K7有買紅桃 他感情出到他 KING QUEEN 一站 走一個跟住 好 紅桃 紅桃道啊 這是有牌啊 好的 好的 FItsh2013 在 合牌 有一張八 又一次过牌 埋伏对手 那么我们的FH203在这里应该就是打多少损失多少了 打多少损失多少 看他能为自己省下多少筹码 选择过牌了 好像 哦 还要打 硬偷啊 硬偷 这时候被我们弹圈要再打上去 打一个满持 弹圈看了看 好像我这里是除了AA之外的 帮助拳下 然后我们的米吉塔选择盖掉 说到刚才话题 真的是 我们的 大丹牛也是马上要结婚了 对啊 他名字好难念 Daniel Nagr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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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所有牌手里名字 他是真的超难念的 但出镜率又非常高 每次都念错 第一遍都会卡壳 他没有加住拳下 他加住到 60万 加一个很小的 一个60万 其实加60万 也跟加住拳下差不多了 就打对手一点点的 后手剩余了 那这里我们的 Face 2013 应该还是扣不动 对手打得很像是一个反操作 我谭轩也在很会激怒对手